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冷门技能 网上比较少人推介的就是挑战者之纳刀 这个技能是Double Cross这个版本新出的 先讲讲Mon Hunt一向都有很多技能和斩味有关 例如降刃研磨、印铃、烟物、斩味加、磨刀石使用高速化等等 当中烟物和斩味加一直都是超高人气 很多高手都会用 挑战者之纳刀的技能说明是这样 魔物与愤怒状态时纳刀一定机率回复斩味 那机率有多高呢?官方就没说明 我们稍后再推测一下 先讲一下回复斩味这一部分 它和你用磨刀石不同 并不是一发动就会将你把武器一次过回复到最高斩味 而是按一个百分比回复少少 先看看回多少 武器是螳螂太刀 刚刚由蓝斩跌到六斩再斩多几刀 发动到,回回蓝斩 现在再去打一只怪 斩了几刀之后再跌到六斩 根据我自己的实测 我觉得每次发动 太刀可以回复十多刀的斩味 有其他玩家就实测过 说不同的武器回复量是不一样的 斩味跌得快的武器会回多些 跌得慢的就会回少些 例如大刀只会回五刀左右 接着讲讲发动机率 我估计大约只有15-20% 如果不幸运,发动的次数是少的 但好运起来可以继续发动 我自己也试过连续发动三至四次 平均来说,大部分的战斗 如果是三至四人团 每区战斗时间不会太长 在同一区是不会需要磨刀的 单靠挑战者之纳刀 就可以一直维持着高斩味 如果偶然人品大爆发 甚至是整场战斗都不用磨刀 接着我们多看一些Gameplay 看看他的回复量和发动机率 刚刚发动了一次 就白斩回到指斩 我们继续打怪 现在回到白斩 这一次就没有发动到 继续打怪 蓝斩 接着很快就再发动到 又回到白斩 说到这么好 可不可以取代大热的技能业密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看脸的技能 不够稳定 而且有条件的限制 有时会很难发动 例如队友如果控场做得很好 必须一直攻击 没有机会收刀 又或者有些怪愤怒的时间比较短 他就会变成废技 但我自己现在都很常用这个技能 因为容易发动 他是一个五动技能 一个装饰品有两点 亦很容易使用到五至十点的护石 无论是螳螂装又或者其他运装 都可以单靠护石就能发动到 假设你这套衣服 发动不了功能比较好 但有比较难出的业密 挑战者之纳刀 就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代替品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赞好和订阅 下支影片见 拜拜